嗨,你们好,2020年3月份,现在我直接改成名字啦,你们就看到这一期呢,我们来试一下强者卷 因为他这个强者卷真的有的时候概率会换哦,不骗你们哦,这个BOMP进来的时候就换过一次了 好吧,那么这次炎帝怪还有,哎,BOMP在这里,怎么之前头像不是在上面,怎么现在变到 是吧,这个洗头连旧版的都要去洗头了是不是,然后今天是530张强者卷 我们来看一下530张,你正常如果是40抽,第一只不要管,新手账号第一只版就比较快 40抽一只,总共要10,11,12,13,13减掉第一只,正常要有12只 12只的话就是普通中上的概率了,好不好,如果你是只有抽个8只,就是非洲人 哎哟,没有大爷,我砍不断的东西 原子战 原子武士,叼着牙签的原子武士,无阵骑士,两个骑士站在一起,但是这个实力差的可多了 双黄弹 这个是两个紫色的,你不要以为双黄弹的黄字是黄色,就是两个金色,哦,那没有啊 原来如此 还是一样老套路,都是老款的角色比较多 我一直觉得崩普的概率应该要跟大炯眼一样,不能够太难,因为核心是这个游戏的关键 有没有,你 哎哟,才刚讲啊,深海王就来了 当然深海王也是核心,童帝也是核心,这两个可能概率提高了 他又把核心给你就好了,没有错,就是应该这样子 那大中眼,大眼睛是还不错,不知道为什么概率都那么难 我没隐瞒任何事 哈,这个也淘汰了,他封一格火,封的也不够多了,安元杨贵 又来了,又来了,觉醒蟑螂 觉醒蟑螂比较可惜,他如果不去再多一次,阿尚就跟SSR一样好用 又是这么多黑色衣服,下一次可能会很多三元,是不是 欧气侧罗,又漏尿了,又来了,啊,不对 欧气侧罗 欧气侧罗 欧气侧罗,金田剑刺狼,原子武士第二只是谁呢,是不是是Bump呢 是不是严厉怪呢 啊,这个是索尼克,没有啊 不过SSR喷了不少哦 深海王,索尼克,Key,原子武士 你还不要算别的,你随便都五六头了 还有420张耶,有没有搞错 SSR的概率变高了,Bump还是很难 这样子也OK啊 你只要SSR喷很多,然后Bump难点 也没有关系啊,就怕你SSR给太少 新游戏吧,对不对,玩家加入你难免要给人家SSR 拿这些SR真的是打不了价 中坦克都当步 还有400抽 没有意外一八只左右 期待能与怪物级别二郎 无不我丢全 扣掉这些S应该还有七只八只 你七只的话,接下来就是平均五十几抽嘛 今天的冠军爆山 三口太郎 神游的名字是三口太郎 哇,诸诚也来了 爆石巨口 诸诚很可惜在动漫里面一直没有给他 不是,在游戏里面一直没有给他做一个首发 他应该是有资格的哦,他是S型英雄啊 龙卷,诶,变好抽啦 这个台服有的时候过两个版本 两个月到了就跟陆服一样了 他现在比较好抽了嘛 对不对 这没有乱说话 你自己每一集都看的话 也不要说我欧收啊 我随便看一个账号而已啊 他又比较好抽了 以前这个单元我们有一阵子有没有 就是决战新强者 就每天抽每天抽 那个时候的概率跟现在比起来 他现在又简单一点了 哎哟,这么多红色的 等一下我们换个线好了好不好 试一下 因为在这边抽目前呢 我觉得能有的我们几乎都有了 我们跳到二线去吧 OK 43张专属武器卷 那个也没有什么好测的 专属卷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他数量的数值不一样 有的同一个给三个 有的给五个 有的给两个 有的给一个 有的时候没有 钉锤头 高木色 这有些声优他是很有名 你这声优呢 他有名的话 你要请他配音的话 要花不少钱哦 配个音都好几十万台币 是跑不掉哦 没有这么简单就是了 好嘞 所以你要当一个声优的话 你要有一个辨识度 然后你要表现得很好 能去能升 哇,还是龙爵 能去能升 有的时候你男生 甚至要模仿女生啊 模仿这个阿伯啊 然后不同的 语调有没有 还有情绪 你要植入人心的话 就可以当一个很好的声优 不是在于你模仿什么东西像不像 你模仿有的时候是后舍 是学习是从模仿开始 可以这样子 没有错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有一个特点 最后呢 你要独立的建立了这个角色 别人都没有办法取代你 这个才叫做有名的声优 海亚维来的 哇,这阿修罗啊 刚刚一线是没有阿修罗的啦 不过来这里的话是获得阿修罗 生物进什么加极致 哇哇哇哇 最近眼睛又出问题了 260抽 才过了半数而已啊 半数已经超过10只了 魔术妙熟 下一个SSR 应该是下一抽 这个没有 下一抽又来了 240 这个有了 这应该是SSR 灭掉装甲星星 哎哟,竟然没有阿 背心猛虎又来了 第二只装甲星星 刚刚前面都没有 结果突然又来了一只 跟着本王 天空王 还是没有SSR 后面又崩下来了吗 有了 这个不是 这是假面吗 哎,现在有假面可以抽啦 我都不知道又更新啦 之前没有嘛 对不对 哎哟 强者卷会获得啦 现在台服不知道 有没有跟进啦 又甜美甲面啦 他开始把SSR 或SSR 全部都给他丢到那个 这个地方来 然后之后可能觉醒时 强者卷有没有 强者招募 开始越来越多角色 丢在这里面了 还有200抽 还有190抽 雷光源氏 你电我 我电你 塔拉兰 又来了一对黑色 不管你是谁都不可能 又是索尼克 索尼克跟一开始 五年前一样 都太多了 太多了 我们玩这个游戏 玩太久啦 是吧 他都没有出一个 很好玩的一拳超人 多出几款 那出太少啦 老师的这些游戏 英雄之路都要四周年了 没版的 吹雪 我还以为是猪血糕 哎 大家都在看我的肉体 超合金黑光 哎呀 记录倒是不少 还有150抽 再那个四头五头 我们今天抽到假面啦 真的是不可思议 我是想要崩普 我还是觉得 崩普的概率没有调 一样 对不对 我们做个总结吧 剩120抽 崩普跟大中眼呢 概率是没有调 都还是很难 然后 眼力怪也是有点难 因为500抽又过了 500多抽 你同样还是没有眼力怪 把它烧成焦炭 又是喜欢恐吓人的 七眼叉叉叉的恐吓人 也不是很强 还有100张 又是00 00我们刚刚已经抽到过一只了嘛 对不对 没有抽到 是重坦克 我记错了 重坦克都当步 还有100抽 来了 SSR 下一个时间抽 放火的少年 下一个 钉锤头 两个SR 概率又提升了 这次有了 应该是金色 没有 又是重坦克 哇 最后面的四五十抽 这时候飞掉了都没有抽到角色 怎么回事 这什么 这个我们已经有了 这个没有 刚刚才抽到 内心大师没有抽到 哎又来了又来了 哎是的东西 这个是谁啊 哇眼力怪也来了 眼力怪反而比BOMP都还简单啊 真的是 BOMP跟大眼睛太难了 还有金属球棒 还有这个大只的疫苗 能不知道为什么这四只要那么难 你这个觉醒疫苗人为什么要射那么难 你是不是UR角色之后 觉醒疫苗人 已经快要出来了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子 疫苗人UR要出来了 你才一直射那么难 跟大眼睛一样 你们都快出来UR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是吧 那我就跟观众讲了 这个UR的 刚刚讲谁啊 哦觉醒疫苗人肯定快出来了 你放心 他可能是一个大戏角色 好了 好了 今天总共出了几筒 我们也不好算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阵型吧 漂不漂亮就好了 好王子恫贺啊 恶狼啊 这个这个是登陆奖励 哦这弗拉就登陆奖励 眼力怪啊 珠神啊 登陆奖励先不要了 新版的 哎还不错嘛 对不对 还不错 至少说 你看 至少这个队伍 比以前看起来漂亮多了 豪华多了 对吧 以前你看都是很老款的 这个两个至少是新一点 这个是中间版本的 然后这个也是 中前的中前的 这个是最前的 最前版本 啊当然你要放龙爵也可以啊 这个圈斗木人啊 哎呀我也可以 大概就这样子啊 美中部署就像我讲的核心角色的难度还是偏高了 是不是 好那那希望能够再啊 顺利点 好嘞 把这个奖品拿一拿 你看这个 其余的礼物啊 这个新篇章什么都有这个 进化石的嗨呀喂 好了 那么今天强者的影片告一段落了 我是狂人 我们明天再见了 大家 拜拜 2024年3月 这很有可能就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啊 这个下一期肯定是这个 快来了 我跟你讲 一秒人一定快来了 我绝对是这样子 不用什么提多少时间爆掉 我就告诉你 他应该是要来了 拜拜 要解嘛 要去弄嘛 要处理嘛 掰 我们下期 permitir 下期比较 rei 弹 du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